我要当选总统 这我马上来做 这都是说 政府的紧急救济金 就赶快来拨来做 国民党总统初选参选人 郭台铭再抛证件牛肉 承诺只要当选 要马上斥资100亿 成立生长保险公司 要照顾生长民众 现在政务现有的 社会福利政策 或者是彩票 很多里面 不一定要 刚刚在强调 他这不是一个 他是一个巡回的基金 他是一个公司 去承保他 派兄谱挂保证 裁员绝对没问题 为了拼出选 郭台铭天天形成满党 可能是盲昏头 前一天上直播专访时 竟然也上演 忘记关卖 真心话全都录 对台股里面有一些 他已经不理智了 我想不理智的话 那也许我可能是指的是我 我现在已经不理智了 对 我现在投入这个选战 人家大部分都说 我是不理智的 对 那我不理智的走到底 就怕用引爆争议 郭台铭笑说 失去理智的人 使自己不是韩国瑜 但是捍卫自己的政策 郭台铭完全没在怕 再度杠上朱立伦 这是个投资 他绝对不是个费用 也不是个负债 亏他还是念会计学的 对 把负债跟投资没有分清楚 猛亏朱立伦才是不懂政策的人 对于总统蔡英文说 他才是国民党最害怕的人 郭台铭也再度反击 他没有抓到这个选民到底是要什么东西 他只有在做比较法 没有做这个 去真正让老百姓 了解老百姓的需求 他以前对对付赖清德怎么对付 就等于对付国民党的 初选民调开始 郭台铭炮火一天比一天猛 努力为自己的选情加温 欢迎新闻红系徐国豪台北报道